好 再下来 这一分叫做能净业障分 能净业障 我们要知道 人活着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有罪 因为有业障 这就是痛苦 昨天才有位道卿 请跟后学讲 他说 哎呀 幸好我有修道 他说 没有修道的人好可怕 我说 怎么可怕 他说 业障都写在脸上 我说 你怎么看得出来 他说 就是感觉得道 业障都写在脸上 那就是一种苦相 一种沉重的感觉 好像被什么葬住 一方面又沉重 一方面又愚昧 他很负面的感觉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真的 业障就写在他的脸上 所以要怎么样清静业障 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 我们人生病就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 给我多少钱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 我病治不好 我哪有心情去享受什么 一个生了重病的人 跟你住在地堡 跟你开着法拉利 你也不会快乐的嘛 最快乐的是就赶快把病治好 但还有比生病更严重的事情 就是业障 生病的人还可以快乐 有业障的人是快乐不起来的 而且生病最多就要你的命 业障可以让你下地狱的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病也带不去 金钱财宝固然带不去 你病也 你不能说死了以后 我得了癌症死了 死了以后我还是一个癌症鬼 你只有听过癌症病的 没有听过癌症病鬼 对不对 但是业障所有的鬼都还有 还是只有业障 所以趁着我们活的时候 戒甲修真 赶快把这个业障削掉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业障不知道削 有病知道要治 有业障不知道要削 业障比病可怕得多了 赶快要清净业障 那这一章就是讲 要怎么样能够清净业障 这个金刚经能够真正的清净业障 在什么样情况之下 金刚经已经开始为你清净业障 好 太好了 原来清净业障这么简单 你只要受持读送此经 然后被人家瞧不起 你受持 因为不只是念这部经 而且还依法修行 无所住 行于不思 不像一般人都是有所住 我要住房子 我要住车子 我要住在哪一个名位上面 我要住什么样的学历 我要住在哪一个婚姻里面 我要住在五湖临门里面 葫芦受洗 无所住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行于不思 受持读送此 这部经就是 简单说这部经告诉你的 怎么样受持读送此 实际的做到 就是求到啊 就是修到啊 就是办到啊 具体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传这个道 就是让人一层一层的 拨开你的心 一层一层拨开来 把你的贪心 执着 一开始拨开的是什么 残忍的心 残忍的心把你拨开来 残忍的心是什么 要吃众生的肉 好吃啊 他多痛苦是他的事 做畜生就要给人吃的 给人杀的 我不忍心了 我吃不下去了 拨开来 这个心被拨开来 残忍的心被拨开来 再来贪财的心 好色的心 计较的心 慢慢的给你拨开来 这就是道啊 这就是道 像老子讲呢 用拱臂 就是很大的臂域 然后再用四匹马拉的马车 来进奉给你啊 还不如坐进此道 以前讲坐呢 就是跪着嘛 高跪 像我们求道一样 跪着 跪在那里 把这个道啊 奉献给你 坐进此道 跪在那边 契入这个大道 金刚经所说的 就是我们呢 所做的 我们所传的 因为我们看得到嘛 道青 像后学时常在 办道这么多年 二十年呢 看到那些道青 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人我都认识的啊 哇 近来一年两年三年 就看着他改变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这小孩子到学校里面 读书 就是那个样子 有时候我们交一些朋友 没有求道的朋友 或者亲戚 他没有求道 他再多年还是那个样子 只有越来越坏而已 越来越堕落啊 越来越贪心啊 越来心胸越来越小 但是道心就是这样子 这是格式为人啊 所以呢 但是今天我们传道 真正受识读诵子经 就是传道 因为你真正做道 不注射布施 我不是用一个 有形有象的东西 布施给你啊 我是用形而上的道布施给你 然后为人亲见 我们道青会不会为人亲见 上回后学碰到一位 加拿大回来的道青 他说 他到理法店去剪头发 美容院去剪头发 那个美容院的老板娘 就正在跟客人聊天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事件 就是日月民工 有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老板娘就说 日月民工一顶起一罐豆 反正坏的事情就想到 一顶起一罐豆 那他本身是道歉 他说不是 我在加拿大就有接触过一罐豆 不是那个日月民工 他说因为你不够资深 你不知道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真的动摇 他跑来问候学 日月民工是不是就是一罐豆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人亲见 所以说你要信一罐豆 就很没面子 非主流 你现在主流信基督教 就算信回教也没人敢惹你 回教很凶的 信一罐豆就要被人家说 当面不好意思说你 背后就说 以前叫做阿能搞 那是邪教 现在改邪归正了 而且后面还加一个问号 改邪归正了吗 到网路上去看 除非道心自吹自擂 所以道心 讲到一贯道都是负面的多 十层里面有九层都是批评的 为什么 为人亲见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以受词读诵此经 今天我们传道 为人亲见 尤其到大陆 一贯害人道 反动会道门 没有一句好听 那真的是为人亲见 不只是轻视你 还要糟蹋你 见就是糟蹋你的意思 很好 世人先是罪业 应多恶道 那我们这个罪业 罪业生重到什么 我们这种传道伴道的人 被人亲见 那就是我们如果上辈子的罪 这个严重到说 应该要堕道三恶道 恶鬼畜生地狱的 这么重的罪 连人生都得不了 人生都保不住 更不要说是生天 那么重的罪 以今世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则为消灭 先是罪业一笔勾销 所以今天我们要消业障 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就是一罐豆 然后他说一罐豆加厚 那当然太好了 对不对 一罐豆邪教 更好 先是罪业即得消灭 为人亲见 那最好 被人毁谤 诋毁 消业障再好不过 非但罪业消了 而且当得阿诺多罗三菩提 而且还可以成佛 首相成佛之道 你会有大觉悟 罪业消了当然就觉悟了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 都有觉悟 都有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是本有的东西 不是外得的 无所得故菩提撒作 那只是被葬住了而已 被葬住了 被什么葬住 就是罪业葬住 所以罪业消除了以后 就没有业葬了 没有罪业葬住你了 智慧就开了 所以说就可以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 无上正等正绝 虚不提我念过去 无量阿生其解 于兰登佛前得知 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佛 西街供养成事 无空过走 哇 这个真是不得了 供养诸佛 供养这么多的佛 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佛 经过无量解 那在兰登佛前 透过兰登佛 这样的一个发源 有机会去供养这么多佛 无量世界的无量诸佛 而且供养成事 无空过走 没有一个落空的 也没有犯下任何一个过失 没尊佛我都供养到了 而且没尊佛我都是 恭敬供养 没有犯任何的过失 这个不得了了 供养佛的功德多大 若父有人于后末世 能受词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千万亿分 乃至算术辟喻所不能及 超过他所供养的诸佛功德 所以说供养十方诸佛 这个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 就是四十二章经 这中国佛经里面传到中国第一部经 叫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里面就有讲了 供养十方诸佛 不如供养一个什么 无心道人 没有过去心 未来心 现代心 今天金刚经就是 受词诸重此经 就是无心道人 所以胜过供养十方诸佛 我们传道就是传这个 无心 无为无我 无念为忠 回光返照 能消万念 玄关叫什么 离功 离功 火 我们上次讲 易经有讲到这个离挂 离功 玄关就是离功 三昧真火 所有的这种万念 好念头 坏念头 一到玄关都不见 所以我名字一指就是这样子 这是真明路 一直到这里的时候 万念俱消 万念俱消 不管你念什么 念财念色 财色明十岁 不见 念佛念法念生 也不见 念贪生是不见的 念佛法生也不见 念戒定会也不见 所以有一些念头 到了这里 三昧真火就把它念掉 无心 甚至我们传无智真经也是 那是从有智到无智 有念到无念 念真经 念无智真经 为什么叫无智 念着念着念着 所有的念头都不见 像后学的父亲 因为他以前是佛教徒 背好多的经典 他有个专长就是会背经典 他很奇怪 他背不起来 他就写 一遍一遍地写 金刚经一直写 一直写背起来 阿弥陀经一直写 一直写背起来 后来修道以后 他就是念这个无智真经 但是呢 其实他大部分时间 都喜欢念阿弥陀佛 看观世音菩萨 因为习性 可是他说他每次生病的时候 有重大状况的时候 他念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念着念着就变成无智真经 就连佛号都给你消掉 就剩下无智真经 那无智真经念着念着 那五个字就不见了 叫无智 有念归于无念 所以徐普提议 若善男子善女人 予以后莫视 有受持独诵此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闻心者 狂乱胡一不信 那很容易狂乱胡一不信 哇 受持独诵此经 这功德无量啊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怎么证明呢 你只能说我佛是如语者 实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自称自己是个说实话的人 他说你能够听了以后 心则狂乱胡一不信 大部分人都是会这样子 心就狂乱了 说是真的吗 我是在信不下去 以恒和善等身不实 以七宝满 三千大千世界不实 以这个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 统统远远不及 受持独诵此经 就像我们说 传道功德无量一样 听不进去 明师一指 超生了死 超生了死多难啊 你点一下就超生了死 信得进去吗 信不进去 道亲都信不进去 很多道亲 你问他明师一指 超生了死 你问他信不信 信不信 真的信得进去 他就不怕死了 所以我们传道 传成佛之道 谁信 你这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吗 谁相信 大部分人都觉得传道 就是卖黑打菜米 什么菜都煮在一起 如是道耶 回通给他煮在一起 最便宜的一种面 所以说心则狂乱 虎仪不信 须不提当之是 经义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须不提 这部经 它的义理是不可思议的 它的果报 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不要信不下去 它的特色就是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功德 胡报不可思议 你如果用思维心去想的话 到底这个功德有多大 你去测度 测量这个功德的话 那就是落入思议 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 我们前面不是讲 大而能化为之圣 下一句是什么 圣而不可知为之神 神佛 圣人再上去就是神人 所以这进入不可思议 解脱境界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经意不是说 我知道它是什么道理 我好好跟你解释 不可思议 圣而不可知 不是用你的思想 可以去议论 可以去思维 一若思良 极不中用 所以不可以思维心 测度如来境界 以思维心 测度如来的圆觉境界 我们说圆觉大地 圆觉境界 测度如来的圆觉境界 如起萤火烧须弥山 好像你拿萤火虫的火 要去烧须弥山一样 萤火虫的火根本就不自火 它是烧不着的 萤火虫是会发亮 但那个是没有热度的 同样的思维心 是没办法测度圆觉境界 圆觉境界是不可思议 所以福德功德果报 不可思议 前面讲的这些 都是可思议的 用身不思 用金钱财宝不思 用供养诸佛不思 都是可思议的 都在可思议的范围 只要可思议就有大有小 就有多有少 不可思议就跳出这个对待 所以他告诉你 为什么功德这么大 因为他不是在思议范围之内 因为这部的经的义礼 也不是我听了我懂 不是这样 是我听了我悟 我悟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甚而不可知 我被化了 我的心化了 大而能化 我被化了 化了以后 我到底懂了什么 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 但是你的贪心没有了 你的怨恨没有了 你的执着没有了 你的烦恼没有了 一切烦恼毕竟解脱了 你剩下光明 剩下智慧 但你心中没有答案 也没有问号 没有疑问 也没有答案 心不住法 有答案就心住在一个方法 法里面 告诉你什么是答案 我知道 金刚经不是这样子的 道也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传道 很多这些老前辈 道很好 为什么好 讲不出来 他没有答案 但是他有没有疑问 他也没有疑问 我们一般人就不是啊 我有疑问 而且我要答案 你答不出来 我就去信佛教 佛教问题很多 答案也很多 不到任何宗教 我都可以问 都有答案 只有在道场里面 你也可以问啊 但是很抱歉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失忆 不可失忆 经义不可失忆 道义也是不可失忆 倒不是给你来纸上谈兵 但后学是最会回答的 但是我知道 我怎么回答他都不会发心 我在等啊 等你被点神兵啊 我只有变魔术 让你留下来啊 常常接近道场 什么都实际成熟的 后学从来没有点化过一个人 讲道讲几十年 从来没有点化过一个人 只有吸引住的人 敲锣打鼓把你吸引住 吸引住 这个家伙花样无穷 讲课讲几十年 总是有新招变来变去 所以他就 我看你必加棒 就留下来 留下来 时候到了就点到他了 不可失忆 所以要问后学 道是什么 我还真答不出来 但我也真答得出来 任何人问后学 道是什么 我都可以回答你 但是我都知道 那不是答案 那不是答案 真的答案是什么 真的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道是什么 这个问题 老实讲后学也不知道 而且我没有这个问号 道是什么 我没有这个问号 大家读金刚经 有没有什么疑问 还是本来有疑问 听了以后就没疑问 还是本来没疑问 越听越有疑问 今天才有道心在问后学 今天早上 说提案师 为什么一个人很曾经修道半道 牺牲奉献 他还会生病 他还会受穷 他还会生病受穷 曾经修道半道 还会凭病交迫 这有天理吗 那举得出来 道场中有的是这种例子 昨天后学在石刚的道场开班 昨天早上开班 有一位坛主 骑机车到佛堂来 很诚心的道庆 一走上佛堂 心肌梗塞 现在在加护病房 三条冠状动脉全部阻塞 昨天后学去看他 医生说70%的可能是死亡 30%植物人 完全痊愈 几率多少 零 还有什么天理 所以道心才会问这个 他就很穷了 已经很可怜了 担心妈妈养三个小孩 还认真修道半道 最后还心肌梗塞 将来怎么样 不晓得 昨天后学后来 昨天晚上就回来 上完天律的课就回来 昨天去看他 昨天下午就看他 今天在打电话去问 医生说 昨天很不乐观 昨天认为他 很可能会挂掉 今天就进步很多很多 但我们也不能说 这样就好 还很难讲 同样这个问题 为什么修道人 还会凭病交扩呢 这个问题最适合回答的人不是我 是谁呢 言渊 好好去问一下言渊 道心有很多层次 一般的人才上天一定会让你健康长寿 一定会让你怎么样 经济不于匮乏最起码这样 不会让你大富大贵 起码不于匮乏 但是一定人才 不是会让你贫病交迫 而是让你在贫病交迫的时候 没有失去信心 用这个来考验你 看你会不会失去信心 这个才是一等人才 你有没有失去道心 所以像那个昌德那个老坛主 阿比杰 他不管生多重的病 从来没有为自己扣求过 还提醒道心说 你们千万不要为我扣求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扣求过 说我生病会好 他只有跟上天 烧枪的时候跟上天讲说 老婆娘独逼啊 看你去我阿比 让我生这个病 知道我经得起考 这就是前辈子的典范 哪样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才是英雄豪杰 这才是道场的标杆魔幻 不是说上天慈悲 不要让我生病 我那么澄清 为什么还让我生病 人说上天你这么慈悲 让我生这个病 你看得起我 让我受这个穷 你看得起我 知道我不会退心 这是让人佩服 很多道心生个病就退心 经济受到挫折就退心 在里面发生一点变故就退心 无考不成道 你要修福不能考 你要成道非考不可 但是问题是说 你到底修道的目的是 要求福还是求道 世人修福不修道 以为修福就是道 六读谈经我们读过 以为修福就是道 无相诵 所以你到底是修福还是修道 这边就出来了 所以这位道心问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 问你是修福还是修道 你修福的话 你若是修福 上天不会让你凭病交迫 你若是修道 所以说 不可虚心假意 你到底是修福还是修道 你不要骗上天 你不要骗自己 你若是要修道的话 你不要怕凭病交迫 最典型的例子是谁 秋贤人 秋贤人几岁成道 五十三 哇 我已经比他长寿了 对啊 五十三 修得多好啊 是不是 那会不会怨天尤人 上天啊 为什么我五十三岁而已啊 不会啊 办再大的道 还不如留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标杆模范 所以宝光见德今天就只有这些前人 都是年纪轻轻啊 就成道了 顶节办道的 顶节旧事的 他们有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没有的 他们有钱吗 也没钱啊 秋贤人有钱吗 两袖清风 人觉得大地有钱吗 两袖清风 钱花大地有钱吗 有 一毛都不花 拿来办道了 对不对 自己吃菜脯 捡烂叶子来吃 对不对 这个才是道人啊 这才是道人 这才真正的无所住行于不失啊 真正的无心道人 人没有想说我要过什么好日子 不过你们不要害怕 你只要跟上天大声的说 我修福 我不是修道的 不要整我 就好了 上天不会折磨你 你不要骗上天说我修道的啊 上天真的好好 你要修道 我要来帮助你成道的时候 你就后悔了 你就开始考道棒道了 开始退道了 所以第一关就是要不可虚心假意 要虚心假意 有没有问题 太好了 下课吧 好